另外在收集新闻方面 4月19日由美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联盟所举办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海峡军演座谈会 在洛杉矶召开 研讨会上执行会长与政治评论家 针对解放军于4月18日在台湾海峡进行的 大规模实弹军事演习 以及其对台海关系甚至包括美中关系的影响 分别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我们认为这次军演它达到了三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 震慑了台独 第二个目的 显示了解放军的军力 就是解放军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收复台湾 同时也向国外 特别是向美国 清楚地表达了中国政府的观点 就是在任何情况下 中国政府都有能力 有决心随时收回台湾 政治评论员刘青针对中国大陆 对台湾的军事政策发表了看法 中国18号的实战演习主要是 它的针对性和指向性非常明确 非常清晰 第一是指向台独 最近几天大陆媒体包括台办 包括外交部 都还有就是一再强调中国这次军演 是为了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 是维护中国最终走向统一 针对是台湾行政机构的负责人赖青德 那么第二个针对性就是针对美国打台湾牌 我想美国打台湾牌的一个结果 就是使中国不得不提前解决台湾问题 本次座谈会也表达了美国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联盟 乃至在美华人社区对两岸关系 以及美中关系的未来发展的关注 凤凰卫视时期记者林汉琴 洛杉矶报道